静态体验融为EI5电动旅行车 电车也旅行 近期从不景气的旅行车市场似乎发了牙 有新上市的进口车 也有专门被中国打造的特供车 他们的到来都在一定程度上 满足了旅行车爱好者的心愿 旅行车也比以前更为常见了 旅行车是逐渐新兴的车型 而电动车则是趋势 在这样的趋势之下 率先推出一款电动旅行车 想必是抢占先机的 融为EI5就是这样一款电动旅行车 按于上个月的广州车展首次亮相 收获了很不错的关注度 这次我们有幸见到了EI5上市版车型 并做了全方位的精彩体验 一起来看一看 EI5延续了融为家族式的设计 外观属于稳稳当当的那种 第一感觉就是流畅 大气符合大众审美 规整的线条将前颗衫 大灯下颗衫切成了几块 前两布局较为常规 大嘴造型有点类似于ERX5 logo底座打开之后 是一个直流电的快充接口 这个设计在ERX5上已经见过了 大灯轮廓略显普通 但经过内部结构的线条修饰 看起来还是挺精神的 日常灯的造型修长 具有一定的辨识度 大灯的远近光 具为卤素光源 Ei5的长宽高分别是 4544毫米 乘以1818毫米 乘以1509毫米 轴距为2665毫米 非常标准的紧凑型车身身材 后视镜没有什么特别的 上面机车有转向灯 不带电动折叠功能 车顶装有形的架 看着很提气 没有因为是一辆电动车 就所拓协 轮毂采用了当今主流的 双色设计 造型中规中矩 龙骨尺寸和轮胎规格 都不算大 Ei5的线条比例 比较规范 旅行范儿还是挺浓的 贯穿车顶的 杜洛装饰是点睛之比 尾部比车头要更加普通 没有太多的特点和辨识度 高位刹车灯 位于车顶的扰流板上面 视觉上很动感 是一辆旅行车该有的细节 一辆旅行转发